我们看商战章的一个窄法案例 王总是西安红顶广告传媒公司的老总 经常在我处做客 2012年11月5日早上的10点 王总把我拉到他的新办公室 看看他的风水如何 说是自从公司搬过来了以后 这个业绩就有很大的下滑 是不是风水问题 这个公司的是七运更山昆巷下挂 2011年入住的 我们看直伏天任行 落前宫 升宫为好气 渡门为反饮 辱风水大势为消耗 直使升门落砍宫 破宫啊 还是有才可求的 坐山再更 天鹏为游行 受地夫的克制 同时呢 本宫啊 天鹏这个砍宫呢 直使升门再砍 砍为支宫啊 师之为员工 天鹏受克 升门破宫 一般都是代表这个员工遭殃 另外 石干也主员工 干工呢 做前工 先锋啊 天新兴 飞入训工 新京又入木 遇死门 与训工的白虎反饮 新家鬼 为虎头地网 君主员工摔伤的信息 相方在坤 相方在坤 天府星 乘白虎 克工啊 鬼水入木 财务状况欠家 相方主财务 主财员 大门在训 正好是石干先锋的落处 代表着损伤员工 损伤员工的信息 财务室在正南 天锐星跟工相生 就是甲子武与狄工 形成了一个冲隔 为资金紧张 冲隔又是资金变动大 形成了冲隔 王总呢 为丁四年生人 丁四年呢 命工在镇 镇 克飞神天秦 唯有财可求 修门升工 有气势 命星在砍 天冲星 做砍工 也是受生 表明财气还是不错的 根据动静画不通 进行布置 大门的这个驯方呢 布置大型的水局 这个是用的是通法 逢科 通关 东北邓方 用的是大型的金局 也是通关 邓北方 坎方 不金局 西南昆方 不火局 并使其安静 南方 布置吉祥物阳 当然在用紫白悬空的这种方法 更深一层次的进行了布置 后来在见到王总的时候 说是没有员工工商事件 公司业务 终于恢复到以前的状态